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就挺有意思的 我是山东济南的 我们的观众大部分是中老年群体 这边观众首先他是年轻群体比较多 然后他反响也比较热烈 就是如果你的梗足够好的话 他们会不吝啬自己的掌声 有时候还会有尖叫 感觉会特别的好 今天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吧 我觉得主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就放平心态嘛 去享受这个比赛 让我们欢迎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 别怕 只是孤独 我觉得孤独取决于你和周围人的共性 没有同类 肯定孤独 有一段时间呢 我没有上班 在家写小说 亲戚来串门就问 哎呀 你现在什么工作呀 我说写小说 他们说 哦 啃老啊 他们理解的我写小说 就是我在花光父母养老金这条赛道上 和骗子们赛跑 话不投机嘛 我就特别生气 我把这些人的微信好友都删了 我爸也生气 打电话来教育我 你这样怎么搞好人际关系啊 快把我嫁回去 我觉得相对于这样的表面繁荣 我更喜欢选择孤独 后来呢 我就结婚了 我结婚的理由就是 我觉得只有跟这个姑娘 我才有说不完的话 但结婚后发现 我跟她是约会的 那一个小时又说不完的话 她跟我有24个小时说不完的话 所以呢 我更希望有一些独立的空间 恋爱的时候 一冲动 想飞到对方的城市待两天 结了婚 一冲动 想在飞机上待两天 但是大部分都是逃不开的日子 这时候就能看出来 男女的生活策略有很大的不同 男人叫装听不见 女人叫再说一遍 我老婆打死了这咬她的蚊子 她就开始叨叨 我就在旁边玩手机 她继续叨叨 我就感觉那只蚊子并没有死 一个半小时以后 我老婆就说 我一直说话 你怎么不搭理我呀 我突然羡慕那只死了的蚊子 至少她不会再被提问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就发现 工科男人有个特点还特别好的 就是能把天聊死 我就安慰我媳妇 哎 媳妇 她都死了 死者为大 那一刻呢 就迎来了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安静 我被撵出来之后呢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就想 如果这时候手机和我老婆同时掉水里 我都不知道拿什么 先拍下来这一幕 其实婚后保持一定的孤独是挺好的 至少能避免一些灵魂伴侣带来的灵魂冲击 但是我爸呢 不认可这一点 他又打电话劝我 说哎呀 你得多陪陪媳妇 爱情跟事业真的一样的重要 你看 老板开心了给钱 老婆开心了也给呀 而且老板给的钱最终是老婆的 老婆给的钱才是真正属于你 我也开始反省 不是为了钱哈 就是想反省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孤独是不是因为我懒 比如说懒得沟通 懒得协调 但是我想改嘛 并不想 也是因为懒 我有了强大的适应能力 我开始享受孤独 我把自己安排的特别满 我开始夜跑 但是夜跑嘛 会特别的枯燥 有时候我会带点火腿肠 威威流浪狗 狗狗买一开心 还会跟着你跑跑 没想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狗加入到了追逐我的队伍中去 相关人员要求我办狗证 我说这不是我的狗啊 他们就给我看举报视频 每天晚上八点 一群野狗自发地在我家楼下等我 那一刻真的泪目了 哇 从一群狗身上找到了久违的老友相约的感觉 不能喂狗以后我想 要不然我还养个宠物 心灵有个伴嘛 但是想了想算了 毕竟理解这个层面 同物种都很难做到 我有时间呢 继续写我的小说 并且顺利签约了 签约以后呢 是有自处要求的 每天要求四千字 有时候怎么也写不出来 逼得没办法了 我就在我的角色里边 夹了个耳朵不好的人 有人过去找他打听事 他说你说啥 那人就再说一遍 周末呢 要求多更一张 每天六千字 实在不行了 就加了个教学片段 老师教一句 学生更读一句 实在写不完了 就让老师检查背诵 老师呢 还会生气 背的他啥 给我重新背 到了节假日 要求报更的 每天一万字 我实在不忍心 但是没办法 我让我的主角结婚了 我老婆叨叨我 那套词就用上了 一万字根本打不住 孤独真的没啥好可怕的 自处也能挺好的 现在我们感觉呢 身边孤独的人 看似是越来越多了 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是伪孤独 他们就像一壶 正在烧着的开水 嘴里喊着孤独孤独 内心却翻滚着浪 而真正孤独的人 你是看不到他说孤独的 因为他可能 已经把你删了 谢谢大家 我是孟川 谢谢孟川 喜欢孟川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还有最后三秒的机会 三 二 一 请锁票 还挺好 我这是第一次看 是吗 他因为他不在上海 他住济南是吧 对我住济南 济南那边也有个 自己的剧场 俱乐部是吧 原来有一家济南脱口秀俱乐部 会长是一个相声演员 不是脱口秀吗 现在是我自己在做一家 脱口秀俱乐部 打个广告快打个广告快 欢迎济南的朋友们去玩 找我玩 你把名上哪儿玩去 你乐投口秀俱乐部 你把他你快乐的乐 我们的口号就是土嗨 你们这个俱乐部多久了 俱乐部一个多月了吧 我听你的意思 之前你是在相声俱乐部 是吗 只是只是相声演员举班的 但是也是 也是脱口秀俱乐部 对他顶着我们说脱口秀 我们这行业怎么还有这种败类 不从事自己的专业 跑别人那儿瞎窜出去 那你现在还写小说吗 现在写的手了 写成那样又不赚钱 再一个你还有那么多读者骂街 心里开始打击 你们那儿剧场大概多少人 这个看天 你们那儿有多少座 座也不一定 你不一定是在哪儿举办 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场地大点 就是观众做的多点 没有固定的 对对对 每周一次吗 每周两次 我不在那就没人举办了 看完开始确实很难 确实很难 再打一次广告吧 快 下期之前 济南尼勒俱乐部 欢迎大家 好 谢谢孟春 谢谢 特别爽 挺好的 然后原来挺担心自己忘策的 结果还好 他太好玩了 太可爱了 他对话的方式又真诚又抬杠 就分不清了到底咱是哪方面 他特别猛 我们一起聊天闲聊 庞博不知道在哪儿说个什么 庞博老师 我觉得你这个不好笑呀 我说我都误了 我也不记得了 最近说我不好笑人太多了 对 谢老师觉得刚才这段怎么样 我觉得我都没有在听不太懂 但是我只有听到一个地方 我特别认真 他说什么耳朵不好的人加入 然后说是在说我吗 然后我就开始很认真了在听他讲 然后我还是听不懂 我尽力了 你耳朵还是挺好的 你能听到关键的地方 他也有讲说两个人相处久了 然后需要各自的独立空间 你需要吗 在家 在家 在家当然不需要 你不需要独立空间 我最喜欢黏在一起 对啊 对 这要播出的 开什么玩笑 选择性耳聋 对 重点问题听不见 余老师你需要吗 相对独立的空间 对 我觉得还是要的 而且这还确实是有必要性 老这样会累的 所以还是 没 我就不累 没 不累 我们都不累 不累啊 咱们都不累 完全不累 不累 开心的呢 难道就我一个人不考虑播出吗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三位都觉得生活中 需要有一个人 就可以跟他分享一切吗 还是说你 千万不要 为什么 那个你讲错 他记忆力很好了 那如果这个人不是你老婆呢 哦 那可以 那一定要 到底是考虑播出还是不好 我也不知道 我们也看到了 在王建国的身边 孟川显得格外的瘦弱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来自济南 尼勒脱口秀俱乐部的 孟川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说话 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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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里边 很少有那种 比较深的东西 或者共鸣性比较强的 我更多的是在讲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其实我还挺羡慕他们的 他们对一些东西的洞察 是比我深的 这是我以后 要跟他们学习的地方 她这种 就是她的段子 是完全真实的 她的生活经历 写网络小说 这种工作量下 训练出来的这个能力 这个比例 真的是 是我们完全比不了的 让人看得真是 又爱又狠的是 所以说 人家给庞博老师改段子 是有底气的 对吧 对 也不是想改 对自己这个票满意吗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满意 听到 满意 有超过庞博老师的段子吗 你今天表现 还好吧 不难为她了 她这回济南还得生活了 今天穿着衣服 我感觉她是一路 从济南乞讨过来 你看旁边那个 像不像从东北 两个人 大家在河北地界会师 我都没有意思说 建国那衣服 好像我妈有一件 不叫我妈妈 但是我太坏了 太坏了 太坏了 太坏了